桃园龟山区农会和花莲瑞穗香农会地结姐妹会 以东方美人茶文明的龟山区农会 今天前来参访瑞穗香农会 受到了热烈欢迎 总干事和李治长也亲自体验在地午贺蜜香红茶区 以及在地农业休闲体验产业 彼此互相交流互动热络 千里迢迢桃桃园县龟山区农会 来参访地结姐妹农会的瑞穗香农会 总干事黄胜黄理事长魏清禾 亲自带领龟山农会一行人 从五鹤山茶区一路到温泉温丹游园区 参观也体验瑞穗在地观光休闲农业及发展概况 桃园县龟山区农产以东方美人茶文明 不少茶农也曾拿下全国东方美人茶冠军的殊荣 这一次总干事刘朝全 理事长吴文树 常务监事雄盛贤 率领农会选任人员进行东台湾自强活动 首站就特别来到互相缔结姐妹会的瑞穗香农会 参访目前市场当红的蜜香红茶产业 也体验瑞穗丰富多样的农产休闲体验产业 我们的很多选任人员他们本身都有种茶叶 希望能够跟在地的农友能够交流 能够学习到他们那个精致农业的做法 然后从中学习到很多蜜香红茶的做法 希望对我们回去带回去龟山 希望能够帮助我们的茶农 包括我们的农友能够有一定的收获 有朋自远方来补一乐乎 更何况是双方地盟姐妹会的朋友 瑞穗香农会热情欢迎 尤其在龟山区农会的协助下 让瑞穗农特产品也能打入桃园都会区市场 因此更是热情接待好友来访参观 就蜜香红茶及农业体验产业的推动 不尝思大力分享交流经验 也是我们瑞穗农会的姐妹会 到我们瑞穗来参访 那这一路来我们也感谢龟山农会 在农特产品协助我们在都会区 来做行销 那今天特别来参观我们 整个瑞穗的一个休闲产业 跟这个茶产业的部分 那我们希望能够透过这样的一个交流 那达到彼此一个互相成长的一个目的 推动地方农产业的发展 龟山与瑞穗两地农会 从茶产业 休闲农业到新兴的地热绿能等发展 双方互相交流取经 东道主瑞穗乡农会也特别习开 时来坐宴请归山区农会一行人 远道而来的好朋友 同时也互正在地特色农产办手里 双方互动热络 也相约彼此互访交流 一起互助共好 记者是玉兰瑞穗采访报道